直播应该在10秒钟里面应该就会有了 OK已经看到了 好可以在脸书上面帮我们share一下 哈喽大家早安 郭优亮已经留言了 他说哈喽大家早上好 德才大哥 刚刚我们八点钟的直播就已经叫我哥哥 然后叫运想弟弟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去我们的那个caption那里看一看 今天呢我们在城市生活家 要跟你介绍一个算是蛮优的一个团队 他们本身呢就制作了一个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个影片了 那基本上呢就想拍我们整个吉隆坡 我们大城市的这个整个面貌啊 非常非常优的一个影片 在直播的那个caption那里呢 你只要稍微的点read more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 可以稍微点进去看一看 然后你就知道什么的 我们也贴在那个留言区那一边了 所以如果你想看那个YouTube 那个视频的话可以看一下 然后待会呢我们会跟 这个影片的制作团队啊 就是导演还有这个drum pilot呢 来就是让他们来分享一下 到底拍的这个过程 有哪些点点滴滴啊 然后 来来来来 然后有Andy啊 Andy他本身呢是这一次项目的导演 然后他本身也是 flim edge production的制作公司创办人 然后我们有Win Oil 他黄水耀 他本身呢是拉曼大学学院的讲师 然后还有这一次负责这个 无人机的飞手啊 可能他跟我们的 就是FB的朋友 还有YouTube的朋友 打声招呼 哈喽两位 大家好 我是Andy 然后我是陈志祥 所以好像他们两位 讲的就是我们是 这个project的这个 就是提发整个project的这个团队 就是Win他是跟我们一起 他他是这个飞机的这个drum pilot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Win 或者你可以叫我黄水耀 那我自己本身呢是 拉曼大学学院的讲师 然后其实是很 很感谢啊 运想和德彩和City Plus FM 就是可以邀请我们上来 就是分享有关于 航拍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资讯所以我们可以 就是大家好好的跟听众们 好好聊聊一下 关于航拍这一块 可能可能呃 不知道说是不是 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就是4K嘛 4K 然后原来现在已经到了 8K的这个技术 然后无人机有8K 其实更加的罕见 不知道说其实是不是有 呃 只是指定的一些呃 拍摄器材才有8K 其实是这样吗 啊 啊是的其实是这样的呢 就是市面上8K 不算是最新的技术 啊哈 有一些厂家呢 已经是出到12K了 OK 对12K了是 你可以想象一下 12K到底它的用途 是用在哪里 哈 什么用途 一般上如果 如果是8K 我们看我们电视的话 一般啊 就下普遍的都是HD 4K 现在电视有到8K了吗 有了 嗯 已经有了 就市面上的电视呢 有几个品牌已经是出到8K了 嗯 对 然后就关于好像刚才啊 印象所提起的就是啊 是特定的一些不是所有的啊 不是所有的就是厂家都会发展到8K 这一块 所以普遍上呢 在市场上呢 就是8K的还是相对的比较少 嗯 可是有一些手机呢就已经是差不多 也是可以到了8K这个项目 当然就是手机和我们那些专业用的呢 摄影机呢是有蛮大的差别的 嗯 所以就是这块啊 Andy那边会比较熟悉 对 然后我们看到有朋友留言 他说啊 GoWiki 他说大家早 这影片拍得太漂亮了 前两天就已经看了 也分享给不少朋友 他们看了也很惊叹 大家很好奇 到底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有这样一个概念 会想要拍这样一个影片 可能我们待会请啊 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请Andy跟我们分享更多啊 是 虽然现在很多 Andy等一下我们再分享 因为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 我们就要来到节目当中 可能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就畅聊一下 所以如果你本身非常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 又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朋友 是很常玩这个航拍的 可以赶快分享给他 那搞不好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些讨论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航拍的市场啊 我们大概还有15秒的时间会来到节目当中 记得把它给卸出去 然后如果你已经看了这个影片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呢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准备一下5秒钟 这个是什么 持续 那个可能你可以 哈喽这里是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 City Plus FM 早安你好 我是德财 Good morning 我是运祥 我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在网络上 近期看到一个算是蛮优的影片哦 这支影片当中呢 主要就是拍下了我们的这个首都吉隆坡 不一样的一个面貌 无论是在YouTube又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呢 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影片 如果你依然还是不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是哪一个航拍影片的话呢 你在收听我们的Podcast的话呢 可以去到我们的Caption那里 我们将会贴上这个链接 如果你现在在看着我们的脸书直播的话呢 也可以去到这个文案那里 在那里呢 只要点进去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在程序话题当中聊的是哪一个视频了 那对 其实这个影片我觉得看了 其实个人觉得哇 相当震撼的 因为我们一般上看到的这些航拍影片呢 一般上就可能出现在电影 但是其实呢 这支影片它不是电影 它也只是一个影片 它我觉得背后的那个意义还蛮有意思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这个影片的导演 他本身呢 也是Flim Edge Production的这个创办人 Andy Tan 陈志祥 那还有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里头呢 使用的是航拍技术 所以呢 无人机飞手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呢 他也是会在现场的 他也 他就是这个Win Oil黄随耀 他本身呢 也是拉曼大学学院的讲师 欢迎两位 哈喽 早安 哈喽 哈喽 早 嗨 大家早 嗯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程序生活 那刚刚我们就有特别的提到这一支影片 它呃 算是一个短视频吧 因为它大概只有七分钟 但是基本上里面每一个画面 我觉得都是精华 尤其我本身是蛮喜欢那个第一幕的 就是从呃 就是山 然后突然间升起的时候呢 就看到整个吉隆坡城市的那个面貌 而且吉隆坡城市呢 就是笼罩在一个非常薄的雾里面 我觉得感觉上是很有仙气的吉隆坡城市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第一幕 那我觉得可能可以请Andy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当初想要拍这个七分钟的影片 就是想要把吉隆坡的面貌给呃 拍下来呢 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启发了你们开始制作这个影片 呃 就呃 当初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是呃 疫情啊 我们盘着北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呃 就是大大致 就是这个是一个一个的ecosystem 就是大家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对吗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呃 我们工作量也少了 嗯 然后呃 因为这个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有很多corporate在呃 就是support着我们 然后让我们做promotional video 或者是商业的这影片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想 其实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东西 那么有我们在这个行内的这个经验 这个大概神联的经验 我们可能可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公司用一点我们的这个力量 来做一点影片 那么可以就是鼓励大家 那么你可以be positive在这个这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到 既然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这个行拍 那么呃 可能我们可以试下就把这个呃 快买了这套东西呢 我们觉得可能我们这次可以做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就筹备了我们就看了 哎 其实在啊 亚洲或者是在整个YouTube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种行拍呢 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欧美或者是东南亚 就有日本 那个时候有日本啊 他们有做这个8K的video 然后在欧美呢 他们算是也不算是很普遍 不过他们那边也比较多人在做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想不如我们就把这个8K的这个大马 我们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就就是有这么简单的一个理念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要做这个影片了 那时就是这样子就开始了 嗯 那如果你正在通过FF106收听的朋友啊 其实你也可以登录到我们这个 Cityplex FM的这个面子书 观看这个脸书直播的 也会看到Andy还有Win 他们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在线上 其实在线上跟我们分享的 然后一位朋友啊 他留言写说影片太赞了 你们花了多少时间筹备拍摄 那我们可能可以问一下Andy 你们这段时间经历多长 然后我们知道说你拍摄到后置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困难吧 在这段时间要操作的话 那么哪一个过程比较花时间呢Andy 其实当我们开始筹备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大概就花了大概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就做了一份计划书 所以当时因为算是空谈吧 就你必须要从一个scratch的东西 开始做一个proposal 去了解整个大环境 到底有怎样类似的影片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 接触了另外一个朋友 Andy呢他就是这个 一个他把我们带去的一个家的那边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商量 我们要怎样做这个video 所以那个时间呢 其实筹备的时候我们就大概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再去看 看场地 再去看所有的那些 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吉隆坡 它的地形 东南西北 从每个方向 我们怎样可以把就是这个 早上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 还有夕阳的时候 哪一个角度是最美的 因为我们这四大建筑物在大马呢 它都是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落 所以我们那时就必须要 考虑到安全的考量 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看每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比较适合我们 所以如果你说哪一个就是比较久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去计划整个东西的时候呢 那边就大概花了两个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拍摄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有就是 我们也是要试下那个test grid 还有那个试飞 因为都说这个飞机是2016年的技术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 在2020年after四年过后呢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更多的 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拍摄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对到一些天气啊 然后地方啊 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安全 因为是比较大型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顾虑到 人比较少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不会遇到 那种就是不必要的问题 所以到最后置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是8K 所以我们的Hardis呢 我们的那个 它的储蓄的那个 那个capacity呢 去到大概60TB 所以整个东西 它都比HD4K的那个 它的那个 effort呢 你都要去到两三倍的那个 那个 effort来去处理整个东西 所以到前前后呢 大概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做出来了 整个产品 是 如果有做过这个影片的大家呢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说 如果你的这个影片 它越轻 它的容量越高的话呢 你的器材绝对是要有办法符合的 不然的话呢 真的是转了24个小时 48个小时 这个影片都没有办法制作出来啊 它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这些技术上的一些 技术上的一些 无论是支援也好啊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技术 才有办法把它给制作出来的 可能也可以让Wayne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航拍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是这个无人机首嘛 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呢 比如说像天气啊 又或者是时间啊 这些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那因为如果说我们飞行的时候呢 主要安全是我们第一个考量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这个安全呢 还来得更加重要的 那就是啊 在飞行的时候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周遭 就是我们啊 就是我们要看清楚周遭的环境 就是到底啊 是那个那个我们 我们所在的地形 我们所在的地形呢 到底是不是适合让我们起飞 OK 然后基本上就是啊 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就是 首先呢就是啊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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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叫做 航拍式了哈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力 那打个比方说啊 就是我们要起飞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如果说周遥人群的话 我们要果断的就是不可以在那个时候起飞 嗯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相对的就是比较难掌握的就是当我们在飞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就是要保持冷静 就是因为 因为为什么说冷静呢 因为如果说有什么突发状况发生的话 在那个时候的话呢 那基本上我们需要的呢就是啊 在那个情况之下就是在那电光火石之间那我们应该这样子处理 那比如说如果说天气我们感觉到啊天气开始不好 有一些打雷啊或者是下雨啊 这类的一些情形出现 那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要开始就是要把飞机给就是给叫回来啊 就是我们要把飞机就是啊 啊开回原来的地方然后安全的降落 那降落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要注意一下周遥到周遥的人群 尤其是当我们啊就是遥控了这个大型的一个航拍器的时候呢 就当然就是我们会在现场就是如果说有路人走过 或者是会有人经过的话 肯定他们会停下脚步来看一看到底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 那我们真的是要在那个时候就是要果断的就是要周遭就是团队发挥作用的时候 就是要在现场的就是要挡着那些人群 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啊要确保那家那家机器可以安全的降落 然后同个时间呢就是啊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刚才运才您说的就是啊啊就是啊 其实整家机整个航拍呢就不只是关于一个就是航拍时一个人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人的附带一个整个团队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个这次拍摄的一个规模呢 那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即时沟通的一个一个器材 让我们就是我们的主员们可以即时就是通知我们说啊OK 现在这情况你可以降落了 如果说是突发状况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们主员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看到不一样东西就通知我说 哎注意点下面有什么哎注意点左边有什么哎注意点前方有什么 所以这沟通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嗯 然后呢就是啊就是一个刚才所提起的一个即时通讯呢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是跟啊基本上是有两个人 我们操作这架航拍机那我的职责呢就是控制那架机的飞的方向 包括啊就是高度啊然后他的啊就是左右前后这些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就是啊哎你的角色呢就是啊 基本上他是摄影师他是控制飞机上的那个云台 然后就是啊就打个比方说我往直的方向就是我我我跟他一定要 就是在那个时候之前我们要一先沟通好 就打个比方说我们的飞程是怎么样怎么样 OK我们的飞行的一个行程是怎么样 就打个比方说从这个点飞到那个点 然后从这个点飞到那个点我们要捕抓的影像 到底是一个啊是要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就是当我飞的时候就是他也是需要即时跟我沟通 他说啊OK现在我在抓的这个你只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往前飞就好 那这样子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个整套影片看起来的效果呢 基本上是整个主缘就是我们整个设置组所一起就是一起合作 然后一起啊就是啊奋斗做出来的一个成品 我觉得整个影我觉得整个影片呃因为你说刚刚我们只是提到设置组嘛 然后他整个规模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庞大 你需要设计的人力很多 我可能想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团队从前期到后制 呃总共涉及了多少人 呃其实我们在 Andy可能需要看一下你的麦 他没有来 来Andy Andy可以说了 现在有吗 有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呃在我们的这个组合里面呢 其实呃我们大概有10个人来做整个拍摄的 为什么他会有involve到这么多人呢 是因为其实就好像我说 就好像刚才Wayne说的 他本身就是遥控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机器 那么呢我呢是就是在啊操控那个镜头 然后我们呢本身我们后面呢就会有两个这个我们叫spot 他们就会拿着这个望远镜 会make sure他们会看到飞机的动向那个方向他们去哪里 然后他会提醒告诉我们你的飞机在啊往这哪一个方向 然后大概大概他有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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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位置呢 是会比较不适合我们飞的这个航线 那么呃至于他们怎样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个航线呢 就是在我们飞之前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个模型 嗯 那我们就会就会摆好一个模型 那么大家就会了解我们就会画在一个摆板上面 那么我们会讲好讲好 所以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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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sporter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当我们在飞行的时候我们都是会专注在我们的这个镜头 然后呢wain呢他就会make sure我们飞在对的地方 所以啊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四个人 那么还有两个人呢他们就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因为我们就会有这个啊我们所谓的啊image transmission 就是从我们的飞机会把画面传回来 那么如果在地上呢会有发现一些干扰什么呢 他们就会想办法帮我们换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的问题呢或者是啊channel的frequency的东西 所以就除了这个六个人呢 那么我们就还有另外的这个啊两到四个人 他们是帮我们负责location 如果有被干扰有人来 或者是他们就帮我们处理那些饮食啊 或者他们set cannot be 给我们如果有下雨的话 我们的器材就不会被这个啊天气影响到 所以我们的组合呢前前后呢 都是会有八到十个人在现场拍摄的 是因为毕竟如果你真的是有去看有关于他们视频的这些资料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基本上是飞得比我们的双风塔还要更高的 那如果你是本身有从事这个无人机相关的一些技术的话呢 你都知道说这个呃如果他的高度越高的话呢 基本上是越难操作的 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基本上真的是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筹备 两个月的时间来拍摄六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后制啊 当中就涉及了很多的一些原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我们我们继续再继续 我们再继续的跟他们了解有关于这个8K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拍出这一些效果的呢 好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诶好我们现在跟呃就是看一看有朋友的留言啊 他说想请问可以分享申请飞行无人机的准证程序和步骤吗 嗯这个下一节呢 我们会让两位啊来给我们来呃就是讲解一下 到底就是申请的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 然后呃 某麦克说拍摄这一行非常不容易 如果要拍得好应该是好看的话 呃如果要拍得好看的话 因为我做过所以我明白 嗯 嗯 嗯 谢谢表弟民派了我家乡不给pit Slumberj 给我看 因为疫情已经两年没回家乡了 呃呃 呃 在呃 运祥塔还在念这留言的时候 可能我这里要给出一些小小的建议 Andy 因为呃 呃其实我们在你那里是听得到回音的 所以我相信你们两个是在同一个空间对不对 只不过是隔了一点点的距离 有没有办法再调一下下 就是可能某一个可以再去到另外一个空间 有办法吗 不然就是当 不然就是这样子吧 我没有吧 他说话的时候我没有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方法 这样说这方法行得通了 因为刚刚Andy的原因还蛮重 现在OK吗 现在OK 我觉得现在应该OK了 对对对 我们会采取 没事 OK我们还有多久的时间 我们大概还有两分钟 三分钟应该有 好那今天刚进入这个脸书直播的朋友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影片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在我们留言区那边 我们把那个链接贴了上去 现在我们看那个影片有多少 因为昨天我看的时候呢 这个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一万八千次了 是非常优的一个影片 我们本来应该要在节目上面播给大家看的 是可是没有在技术上先做出准备 你看我们这种比较不专业的就是没有做准备 像专业的就是做了两个月的准备过后才去拍了 所以我们待会会和他们稍微的聊一聊有关于他们的8K技术 我其实有一点震撼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8K技术呢 可以算是马来西亚又或者是整个东南亚一个窗出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算是蛮厉害的 待会可以问更多 我们把那个链接贴出来 对呃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支持他们一下 基本上我在他们的那个YouTube的视频下方呢 看到留言都是赞不绝口的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讲说太棒了太棒了 我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些画面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 我觉得我们每一次拍马来西亚的城市的时候呢 很多都是地面上的 我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通常都是那种LRT路过的画面 你懂吗 都是从地面上拍的 但是现在这种航拍的当然也是有一些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画面真的真的是非常多 包括就是日出日落 呃晚间的时候日间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有做过一些呃 影视上的制作嘛 那你你我看到他们基本上几秒钟几秒钟就换一个画面 我想说哇 这到底是要花多少的时间才有办法拍得出来啊 嗯 比较难拿 比较难拿年的都是 因为你看如果我们拍摄的呃 时间呢都是早上六点到九点 然后傍晚六点到九点 都是这些我们俗称的major hour 然后就好像你看有一些就是傍晚的那些那些那些时程 然后就可以看到灯光已经开了 可是背景那边呢我们的就是天空里面呢都还有一些啊 就是还有那些太阳的一些参观啊那些才是真正难拍 如果说那天因为我们拍摄那些这样的一些影像的话 通常我们最长的时间只有大概十到十五分钟 就错过了就明天再来 对对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有一些画面如果真的是很美 真的是错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心痛啊 哈哈哈哈 有啊 Andy有心痛过一两个哈哈哈哈 是拍什么时候这是拍什么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啊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啊 然后就那时候的天气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然后就过后我们再看回我们是拍到可是基本上那个影片我们不可以用 因为啊就是因为我们云台还有以下那些呢就是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就非常的可惜 对 嗯 好 那个Chin Fred说这个团队真的太专业了 赞 真的很专业啊 可以去连接到 他们一下 他们一个subscribe 我觉得有办法制作出这么优的一个影片 接下来应该是有很多的新作品还是可以期待啊 我们大概还有三十秒的时间我们稍微的准备一下我们回来待会继续再聊 好 来 好谢谢 谢谢 Hammer Net 小ppen集团会以各种递购的理由 联络您 并要求您 提供 TA-C银行转账验 increí Soc 这样他们就能穿机验走你银行的存款 City Block 3FM提醒您 不要轻易相信不平人士的电话 也不要随意把转账验证码投入给任何人 任何疑惑请直接向您的所属银行查证确证 以上资讯有大法程序及多媒体委会带给您 优化城市的质感 神话生活的质量 在还没有了解这个技术的部分之前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问问看Andy 有关于他就是想要制作这个航拍吉隆坡 整个城市面貌的这整个主题 其实最想要往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影片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就是它的核心点 那你最想要拍出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然后你想要展现给大家的是什么 我觉得Andy可以再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的这个主题当你们想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制定出来的呢 Andy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可能航拍可能大家对航拍的认识是它就是一个飞机 无人机那么在空中拍一些通常我们都去不到的这个角度 所以大家你会在很多的这个频道上面看到不同不同的画面 那么当我拍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reference是其实想把它拍成像国外那种很繁华的城市 那么我们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看到 其实我们有点担心 就是在看到在pandemic的时候 他们就把所有的那个灯都关了 因为没有tourist没有游客会进来马来西亚这个时候 所以他们都会就是power saving 他们都会关掉他们的店 然后even我们打去KL Tower问他们 你们会几点开那个灯呢 我们去打去那些相关的那些建筑我们问他们 然后他们都是就是有一点不固定的 他们whether他们会不会有开灯 所以当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有跟Win跟团队们说怎么办呢 我们好像有一点点达不到我们要的那个繁华城市那感觉 因为当时就已经碰到CMCO的时候 所以当我还是坚持一个东西 就是在策划整个画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歌本来就已经选好了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我要怎样把他的那个flow做出来 所以在我剪接的时候呢 我剪到最后的那个part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很悲伤的感觉 就是你会发现到在 这个他的chorus过后呢 他就会慢慢沉下去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决定 不是决定 我们先看到就是很多画面开始在沉下来了 然后有一种莫名其妙悲伤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暗示 就是我们应该要feature一个message给大家 其实就是这么在黑暗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忘了 我们平时都太忙了 我们忘了其实马来西亚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跟我的script writer一起谈 我们决定要把一个message放在中间 so that可以给大家记得 黑暗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闪耀的再发亮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不要放弃自己 我们要必须 我们可以一起go through这个pandemic 所以其实它算是一个在我们的planning planning的这个策划中的一个surprise 所以我就觉得就这样子吧 我们就用一个所谓的hidden的message 让大家去感受那个感觉 所以就虽然它跟我们之前 已经planning有很接近 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少许的担忧 whether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环花的 那个吉隆坡带出来 但是到最后我觉得 它比我们预期的效果更好 反而它有那个contrast 它有那个contrast在你有高 你也有低 所以我觉得其实天死地利人和 然后所有东西 虽然我们是经过一个很 很煎熬的这个拍摄过程 曾经有想过要放弃的 因为真的是有一点 真的是难度是因为 比普通人想象的那种更煎熬的 其实因为其中一个原因也是 因为因为是self-funded 然后当天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决定不想要risk 那个飞机飞上去 然后我们就决定call off 所以在我们的planning里面 我觉得我记得的话 我们应该有三天的那个session 我们是call off的 我们就是早上五点到了 set好了全部东西 然后等等没有太阳出来 然后我们就收完全部东西 就这样子 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 无心插流流程应吧 就是从这个影片当中 也传达了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讯息 可能大家收回技术这一方面 我看到有朋友在辩子书留言 简直是国际水准 那可能我必须提一提 因为这一次你们使用了这个8K航拍技术 其实在不管是大马来说 还是东南亚的都是首创 就是创举了 其实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用8K 因为我们一般可能一般人 我们知道就是4K 那为什么会使用8K 然后其实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吗 可能我们请微言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 那这个就要讲回之前 就是Andy联系我 然后就是跟我说这个项目的时候开始 就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用8K 因为刚才Andy有提过 就是目前8K在我们业界里面 也算是不是很普遍 但是也是有不少人拥有 叫自台机器 所以呢我们当初的一个出发点呢 就是基本上8K人家在就是在陆地上 或者是我们叫那种ground camp的话 很多人已经做过了 可是航拍这一块呢 是没有人做过的 那主要呢就是当初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一个理念在那边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向大家 就是展现出大马 其实在业界里面有一群人 是可以就是拍摄一些可以媲美欧美国家的一些作品 就是不是给人家一些刻板的印象说 我们肯定就是一直落后于人家的 所以这个来说就是我们要提倡一个就是说 也是给一个同业一个共勉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我们这群人我们可以做一些外国人 就是甚至于本区域 例如说东南亚 没有人做过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就是8K的话呢 它的像素就是它的解析部呢 是其实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高 就如果说你们真的是用8K来看那套影片的话呢 你用肉眼就是可能我们需要把一些 就是可能肉眼看得到的东西呢 就是如果你们各位有看过这套影片的话 那有一幕基本上是把KL Tower 是抓到非常非常的紧凑的 就是KL Tower是非常的靠近 可是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的航拍机 就是靠的那么的近 各位不要这样误会 因为我们用的是那种长镜头 所以长镜头我们所谓的一些就是啊 就是啊可以在很远的地方 可以捕捉一些比较啊 那个景物就是会抓的比较近 比较近一点啊 所以你可以如果说你开完8K的话呢 你在这个Google Chrome上面看的话呢 连KL Tower里面的那个人走的方向 穿什么衣服你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就是所谓的8K和其他就是可能比较低像素 超高清4K或者是高清HD的分别在这边 所以这项技术基本上在马来西亚是啊 就是在航拍这一块呢啊就是我们当我们有做过一些一些调查 就是我们做过一些research 就是我们要看到底本区域或者甚至是马来西亚 有没有人做过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一些航拍影片 所以我们当我们做一些就是做这些调查 做一些research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看到一些它的它是标榜着 那其实它是标榜着说啊 Drone 8KKL 可是当我们看的时候呢 就我们觉得它这个不是全影片 而是它是通过另外一个形式 它出来的像素 OK 所以无可置疑是8K 可是它制作过程呢 它基本上是用啊照片合成起来 变成一个timelapse 啊它并不是一个真正一个用啊录影机 把这个所有的影像都是以录影的形式 以8K这个这个这个格式给录下来 所以它的它的分别是这样子 对 现在有Andy还有Wayne 呃就是带起了我们整个大马领域的 这些航拍的领头羊之后呢 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将会有更多一些8K 很优的一些作品可以陆续的出来啊 相信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 但是说到航拍的这个部分 我相信也有一些人会在问啊 就是有关于这个申请的程序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无人机拍摄 是需要向政府单位申请的吗 Wayne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程序会不会很繁琐啊 啊这块因为申请主任这一块呢 都是Andy这个负责 我看由他那边来解释会比较适合 好的啊 那Andy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 所以这个在准证的这一块呢 其实他们通常呢 他们都会要求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拍 就比如说这次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在 这个KL的这个市地区 我们在这个KL的地方拍呢 我们就会必须要跟这个DPKL申请 嗯 他会必须要知道我们在什么location呢 然后我们必须要啊告诉他们 就是要submit那些form给他们知道 我们在什么地方拍 那么过后呢 大概这个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呢 我们就会必须要去JUPEM 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两地的这个这个礼拜门 所以去那边呢我们也是要把这个DPKL的信 然后还有那些像相关的那些资料 再呈现去给JUPEM 那边也是大概一个可能两个礼拜 或者是三个礼拜的时间 那当他们也approved了过后呢 我们就要把所有的东西呢 传去给这个航空局 就是所谓的CAM 所以CAM呢他们就是final的 他们就是会也是用大概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就是经过这三个的这个部门呢 你approved了呢 你就有那个准证要飞 在那个你specific的那些location的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对 嗯 那接下来这位朋友问的 其实也是我们想要问的 其实他Chini Lim他想请教 如何从beginner变成这么专业的航拍师 其实在马来西亚有没有一套 就是属于比较系统性的一个培训 这样子有吗 呃 讲证就是有各个啊 马来西亚的一些啊 就是机构呢 就是啊 有提供这一类型的培训 那些都是一些私人机构 然后有一些呢是甚至于啊就是啊得到了hrdf的认证 得到heparddf的认证 然后你可以去啊就是修读或者是啊啊报名这些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这个航拍里面就好像刚才我说过的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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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system 那他们所提供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培训呢并不只局限于叫你怎么样子飞 那基本上呢就是啊目前现在这个啊航拍机呢是方便到我们俗称的你下了一只眼你都可以飞的一个地步啊 所以基本上可是呢就是重点的就是在你的你的飞行的态度或者是你要啊开始这个啊你的爱好多好或者这个行业多好你要保持的一些心态 那当然呢就是经验是非常重要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想炒就是啊航拍这方面去一些去去发展或者是去发现更多的话呢那基本上就建议你们先从一些比较小型的飞行期开始那从哪里你要累计经验那这个累计经验是怎么说呢就打个比方说啊你出过了意外 OK你出过了意外你知道问题是在哪里然后相对的就是接下来你的安全意识就会提高 所以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就是总结来说就是你需要啊一些一些经验可是这里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这也是我从Andy身上学来的另外一个知识啊就是我们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一直有一个观念说 遥控器在我们的手上OK然后我们的遥控器呢是在啊是在是在是在头上OK啊然后呢就是啊那个我们就觉得说啊我们可以驾驭大自然 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天空是空的我们要怎么飞都可以可是如果说当每一个人都抱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呢那接下来就有很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啊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要跟所有就是要有兴趣要玩或者是要炒航拍这方面去发展的话 心里面一定要存着一个敬畏就是我们要敬畏大自然我们要观察周围的环境 我们要知道说啊就是我们怎么样都我们抵不过大自然啊就是我们要就是要心存敬畏这样子我们才会 时时刻刻提高就是最高的意识尤其是在安全这方面提高最高的意识来确保说我们这个东西放得上去是不会出什么意外的嗯所以这方面就是要就是经验是需要累积啊 经验是真的是需要累积的嗯不要看这七分钟的一个影片其实在背后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啊我相信接下来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他们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作品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呃网络还有一些留言啊他说呃 哦K6说没想到摄影师Andy这么帅 哈哈哈哈然后呃 哦Stephan Leong说Andy Tan Nick Yeo 我们大家包括亲戚朋友 Imaku Zesok Park Hyundai都很引以为傲很骄傲你们和你们的团队制作出那么棒的作品 可以在这个时候看到很正面的作品 今天龙坡真美 的确啊这个呃这个短片传达非常一个正面的一个讯息啊 嗯然后Jordan Yupp他问说可以用8K航拍来拍篮球影片吗 哈哈哈哈这个有可能吗有可能对吧 哈哈然后他说呃两个朋友他说问题是当今马来西亚有几家人拥有8K电电视 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 现在的马来西亚家庭有多少个家庭是有电视啊哈哈哈哈 我觉得大家都有屏幕啦 未必了因为现在的电视基本上它里面已经内置了一些一些程序 例如说Netflix啊这些已经是非常方便 所以通常呢就是还是有人会买电视啊 因为你的电脑屏幕也是不可能去到60多寸或者是80多寸嘛 所以电视还是会有人有会有人拥有的 只是有多少人会去看电视的节目啊那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对对而且已经而且现在电视已经到了就是智能电视的一个阶段了 对对对现在现在你你买了一个智能电视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再买一部电视了 对就他已经内置了 嗯嗯嗯嗯 chris lee他的呃疑问是几时有下一部作品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节回来呢 要请两位可能分享的 然后呃刚才有朋友问啊 到底这个视频链接能不能够分享 我们在呃留言版啊在facebook youtube那边呢 也是贴了上去啊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 然后刚刚可能呃我们可要请你们来补充一下 两朋友他问的是准证需要列明飞行时间和日期吗 还是直接申请一到两个月 对因为你之前提到拍摄会遇到很多未知数 可能请呃刚Andy是Andy解答的对吧 对Andy可能可以再补充一下补充一下 呃这个东西呢呃其实这个都是大家面对的这个疑问 或者是这个问题啦 所以我们觉得呃在我们的这个制作单位呢 我们通常都会buffer就是会提就是呃呃 呃我们会buffer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他可能他花费的那个呃呃那个application呢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我们要拉长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可能我们会呃呃有postpone 或者是会就是拉就是放去那个比较后面的日期 所以他们通常如果是这样子做呢 你就会比较安全你就可以遇到那个时间 对可是其实他们申请会不会要求说你必须要呃最多申请一个maximum多久 有吗有这样吗 呃暂时呢我们通常都是会预一个两个礼拜或者是三个礼拜时间 啊我们呃都还ok啦他们没有太多的这个疑问 只是他们也明白有时我们的这个project有时我们的时间可能会不定 或者是因为呃一些天气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都是会预最少都会预一个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会拉长来就是呃申请 你们在拍摄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有需要过补拍这回事啊 是我相信是很头痛的andy有吗 幸好没有吧 幸好没有吧 我们我们拍这个呃我们去过同一个location啊 去了四次啊为什么呢 去了四次 因为前面两次天气非常好而且是最美的时候我们的呃都说 那因为他这个这个呃大型的飞机太多这个manual就是呃手动的这个程序了 所以当时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啊画面的这个啊传输 还有那个云台的那个稳定性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做这个calibration的 所以那时我们前面两天就浪费掉了 所以过后我们去多一天我们觉得回来过后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还是不是很好 所以过后win有提醒我啊 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再回去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又再回去了 所以我们总共回去四次同一个地方 所以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好我们大概还有二十秒的时间我们回来到节目当中哦 呃因为呃两位因为刚刚我们的那那个访问会有一点点长 所以这一段我们会稍微的比较短一点点哦 OK好的四秒 好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有了一次的经验之后呢相信绝对是会有第二次的 尤其呢他们的这个团队啊 无论是在我们直播现场的留言板里面又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的留言板里面呢 都是赞不绝口说他们的这个水准啊实在是太高 基本上就是可以攀比这个国际水准啊 相信接下来他们将会有更多的作品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Andy 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接下来会不会还有哪一些出作品是我们可以高度期待的呢 呃其实我们现在呃在考虑着可能我们会呃expand我们的这个呃范围 可能我们会expand我们的范围然后可能会去到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周数 那么这个也是希望呃相当官局呃相关当局他们可以跟我们呃所谓的配合还是呃我们看一下还是有什么proposal可以一起合作了 因为呃这个第一个作品很不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convince很多人相信当时我们的想法 嗯所以其实我们呃呃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要大家的配合不是就是呃我们的出发点是很简单 我们是想拍好的东西但是呃但是我们也是要必须呃obey那个那个那个law跟那个regulation so 所以呃我们希望有其他的那个相关当局可以继续support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继续的这样做这样的作品是你们现在拍的这个影片七分钟但是花了将近我相信十个月的时间去制作 那时间确实是非常的长但是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年之内还会有另外一个作品出来吗我们可以期待吗在今年之内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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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我们会观察 看一下我们怎样 可以在做类似的这个作品 但是同一个世界呢 我们会就是考量比较多的是 大家的安全 因为这个不是在 以考量我们自己的安全 也考量到整个大环境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暂时 是目前是在观察了 整个情况 可能就像你说 因为现在疫情 已经来到了一个 非常紧要的一个关头了 那我想说在疫情期间 尤其是行动管制令期间 很多影视工作者 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工作 尤其是创意行业 那么可能因为你们 想通过这个影片 传达一些正面的讯息 可能在节目最后 我们可能请两位跟外面 有那些可能还在 等待开工的影视工作者 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我们请可能Andy先说一说 其实这个大马影视工作者 这个情况呢 我们是希望 可能我们希望的就是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 更多的support 然后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影视工作者的想法 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好像当初 我们要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 我们在问自己 其实我们可以contribute什么 说钱我们不是有钱的人 说大企业我们不是 我们算是中心SME 然后甚至很多人 都是在做freelance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 其实如果有关当局 他们会就是开更多的 那个机会给大家去 去做这个他们想做的东西 尤其是像这种self-initiate的project 老实说是我们 Firmish 就是我们成的这个公司以来的第一次 做这个self-initiate project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 feel到其实真的是不简单 你会遇到很多的阻碍 很多的那种 人家不相信你 或者是 他们会考虑到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商业的那个价值 所以其实 我们希望觉得 就是好像比如说我们的工会 他们可以考虑 怎样可以就是增加 那个拍摄的那个量 或者是support provide多点support 那么大家就会有一个好的ecosystem 但是我也明白 现在疫情或许我们不应该考量到自己的情况 反而我们应该要为整个大自然 整个ecosystem的那个安全 我们应该要看长远 而不要太就是为了眼前的那个东西 就希望他们可以做点改变 所以这个东西有一点点 我们就是要give and take 暂时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不敢promise 我们不敢说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以目前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一句 我们会暂时 希望他们有听到我们的心声 然后会可以provide更多的support 给以后 更多的人想要做这样子的project 来贡献给 或者是国家 或者是给他们自己的这个生计的 对 那Win呢 有什么想说吗 基本上呢 我这这两年里面 我有一些学生 就是他们毕业了之后 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基本上呢 就整个行业呢 就相对的 尤其是我在业界里面 我有不少在影视制作里面 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朋友 然后都一直听说 就是有一些甚至于已经是转行了 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呢 就基本上我是觉得 可以贡献一些 重要是我们同行可以互相扶持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互相厮杀 就不是讲说 就是要抢工作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些就是 也就是说我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是能够我们互相扶持 就打个地方说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之内 就好像Andy这个项目 他有的是器材 他有的是器材 然后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些 这样子一个项目 然后互相勉励同行 就是很喜欢你们的标题 今天的标题就是 在黑暗中等待光明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所期待的 我们一直要坚信 就是这个黑暗的时刻 就只是一个暂时性 那可能这个暂时性是 它的时段有点长 可是终有一天呢 我们肯定会朝更好的一个方向前进 所以大家加油 我觉得让大家最为感动的呢 就是这个七分钟短短的视频里面 他拍下的这个城市的面貌 是我们很多人都居住在当中的一个城市 但是我们却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城市 包括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面呢 都有一些其他地区的朋友们说 下一次可不可以来到槟城拍 有些人说可不可以去到东马拍呢 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 我们今天这个访问的话呢 绝对可以去到脸书上面 给他们的这个团队一个live 那相信他们在集合了大家的这个正能量 跟一些的鼓励之后呢 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一些作品出现的 今天非常谢谢有Andy还有Wayne 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 谢谢两位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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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 好的 我们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看一下留言板 他说什么 开飞机安全第一 Sim LK说 OK 然后 Hong Sinh Han 他说不只摄影师和飞机是很帅 整个团队都很帅 对 然后 然后的确 他说 Sim LK说整个作品是团队的心血之作 那其实 我觉得有一个 我觉得可能可以请两位 再说一说 YJ文 感觉真的不简单 两位是如何坚持下去的呢 对 因为刚刚像我有提到的 其实在这一段 呃 期间 很多这些影视工作者 他们也因为要生计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转行了 然后是什么原因让你们继续留守在这个行业里头 我想必也是有一些原因 然后有一些 呃 就是一些故事 可能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转行啦 我现在在教育界里面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可是拍东西还是你的 就是你有有你的 他是一个配权啦 一个对对对对 热诊在那边 对对对 还是一个热诊在那边 所以就啊 前期累积起来的经验呢 就是让我在教课上面呢 就真的棒了不错 那通常我教书的时候 就是我在教课的时候 我觉得我并不是在教他们知识 而是我是在跟他们分享知识 对 然后就是避免他们可以就是重复一些 啊 错误啊 或者是啊 就是可以怎样子把 就是他们那个科系做得更加好 所以就是我 我一直就是提倡的比较是一个实践性 就是要怎么样子跟那个行业来连接起来 所以就目前就是一直都很努力 要跟行业里面就是要啊 跟对接 然后就是尽量把就是业界里面的一些计划 或者项目带回南大学学院里面 这样子学生呢 就会有更加多的一个机会 来接触这个行业 就是对 在他们毕业前呢 就是所有的就是他们已经是industry ready 就是他们已经是准备好 不是说就是啊 学的都是理论 对对 那个呃 其实刚刚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尤其是读传播行业 其实很多学院呃 他们的课程跟实实际上呃 这个行业的操作可能有一些脱节 其实真的是通过这些跟呃 怎么说行业的一个联系 就是让这些学生有一个实在的经验 像这一次呃 你们本身拉曼大学学员也有学生参与这一次的项目 对吧 是是是 嗯 有两位 对 嗯 然后呃 刚刚郭于亮问说 主持人要如何关注他们呢 FB有吗 我在沙拉月 期待你们在沙拉月拍美景哦 哈哈 好 我们呃 名字也是一样吧 我们对 FB 去找那个 Film Edge Production 是吗 Andy 对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刚刚 所以在 脸书跟YouTube都是一样的账号 对 然后刚刚有一位朋友他问Chris Lee 他问说可以开班吗 我要报名 对 我想说Andy 你们接下来会不会有 可能有更多人想要就是学这个航拍 你们有打算就是往这一方面发展吗 呃 其实呃 就是累积回来的经验 然后我们觉得可能我们会 呃 开班其实是要看电视地利人和啦 就 看在什么机缘下我们会有机会可以就是教他们 那么可能接下来我们会呃我们现在在呃呃 筹备着在剪着我们的幕后花絮 所以说到时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个documentary就是TMO The Making Of 我们会就是分享给大家嗯 那么他们可以可以就是看到其实我们的团队是怎样就是运作 然后怎样啊就是很很很 Realty的 realistic的就是秀给他们看整个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所以那时候可能他们也可以 从中学习到一点点 这样子的 就是通过这样的管道来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个方法 好 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人 有些人说拍吉打 有些人说拍沙拉越的美里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就是吉隆坡以外的地区 你们有想要航拍哪一座城市吗 目前有没有一些的想法 有吗 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想法 说到底是要去哪里 就好像刚才Andy有提及过的 我们需要不同单位的配合 那如果说我们去到不同的城市的话 我们需要当地的市政局 然后一些相关的部门来配合我们 这样我们也是才可以做 所以我们前期那边 我们真的是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 来做一个筹备 好 那我觉得民众可以做的就是可能可以在他们当地的这个吹水战更多的分享 然后留言那边讲说拍我拍我 我相信你们就会有更多 然后真的就是真的最更重要 就是把这个影片传出去 因为可能大家对吉隆坡这个城市觉得就是很繁华 又怎么样 但是在疫情之下呢 这个繁华城市还是有它不同的一个面貌 我觉得就可以通过这个影片去重新认识一下 这个吉隆坡我们这座首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是 还没有看影片的大家可以去那他们 可以去我们刚刚的可以去我们视频的这个caption的部分 找一下这个链接又或者是去这个留言板的那个部分 其实我们都有贴了相关的链接 可以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啦 花了十个月的一个作品 非常非常的优 所以今天就非常谢谢有Andy还有Wayne 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希望你们还有更多的作品 谢谢大家 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好咯 拜拜 拜拜 拜拜